然後他跑,然後突然殺祭 我高頭看著角落頭 樣子是很害怕的 我不過去啊 他說,頭髮好像臉一樣 很多水滴下來的一個女人 嘩,這麼恐怖 想新一年走好運? 我套年的運程書現在接受預訂了 詳情可以去看留言區的連結 Hello,大家好 今天就繼續這個鬼故分享 Celia是三個女兒的媽媽 她有三個女兒 她的女兒也很有趣 但是遺傳了她少少的體質 又不可以說靈異體質的敏感體質 是時候又分享一下 我想說一件事 一般的家長有一個問題發生了 就是小朋友不知道他是亂說 還是真的可以看見 我自己很想分享 就是當你發生這件事 我都要正視一下 因為那些人經常都會說 她是亂說的 她應該看到東西 她對著母上說話 沒有那麼悶 所以我覺得這些是 在我的角度來講 不可以不容忽視 因為無論她心理 或者是真的看到 她一定有原因才會去跟夢想說話 所以我當我女兒第一次 她不是跟夢想說話 她是跟窗戶打招呼 做了幾次 OK 這樣的時候 我就覺得好像有什麼人 我會了解她 因為她們是不知道那些是鬼還是人 她只會形容給你聽 她看到些什麼 因為我很相信我女兒 我想我一般家長 都應該正常的情況下 都會很相信你的小朋友 尤其是一些未長得很大那些 譬如我的女兒 我分享一個就是 她三四歲的時候 她未知道 很多東西都不懂得形容 我就跟她去學游泳 學游泳 因為她是一個超級活躍的 我大女兒 現在五歲了 三四歲的時候 跟她第一次去學游泳 那時候疫情也挺嚴重的 所以我們就要選擇一個時間 可能四五點的時間 比較少人的時間 才可以騰到一個練習區 給她 所以她每次都很珍惜 然後一小人 我們就游泳過幾小時 然後她走的時候 是死賴著不走的 然後她就很hyper 即是會 我不會走的媽媽 你又不想走的 我們可不可以再玩呢 那一天 玩完了 她依舊hyper 然後一邊 我們走不行了 要走 因為清場了 我就快走快走 天黑了 我就戴著她去換衣服 你換衣服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公共泳池是有一邊 就是family的 一家幾口排隊 可以進一些室 然後一堆人可以衝進去 因為這個方便 一邊就是譬如我女兒女子 媽媽類似 就會快一點 但可能會有更多人 我就說快一點 我想快一點 然後走進泳池 就是那個女兒的更衣室 然後她跑 然後突然殺祭 即是跑跑 然後看著我高頭 看著角落頭 她的樣子是很害怕的 我不過去了 然後她說 什麼過去 你沒事了 發聲 然後她說 她說 頭髮好像臉一樣 臉 就是彎 臉 好像臉一樣 我以為是一塊臉 因為她不懂得形容 我弄頭髮 因為我直頭髮 因為我們沒有說過 她說 頭髮好像臉一樣 很多水滴下來的一個女人 這麼恐怖 她說很多水 濕的 女人站在那裡 黑黑黑黑 我很害怕 然後她想哭 我覺得這個情緒的起伏 不會是可以假裝出來的 正常 這麼high的時候 你很演技 三四歲應該不行 應該不行 而且我覺得小孩也沒有必要欺騙你 對 她也不懂得說謊 而且她也不知道我是鬼 她就會說 好恐怖 我不去 然後我就說 好 我們去排回家庭的更衣室 我們在這裡慢慢排隊 她就整個人很sad 沒有了游泳的興奮 這個是一次比較深刻 哇 恐怖 這個我覺得挺害怕的 想想一下 亂頭髮 好像泡到那些 對 她還要說很多水 我已經有畫面 是害怕的 我也有點害怕 然後自此之後 我就不再去泳池那裡 喝水了 對 泳池發生過什麼事 我不知道 總之她是有腳感的第一次 我覺得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遺傳 所以我很相信 因為我也有這些經驗 因為我知道你姐姐 你姐姐也是類似的 我姐姐是超癲 你姐姐 不過下次再說 下次再說 你和你女兒 然後你 然後你的大女兒 但二女好像沒有什麼 暫時好像沒有 她是開心寶寶 從來都沒有 反而是大女兒 我也聽過有幾個故事 大女兒好像在你家裡 又見到什麼白白 等等 她有一陣子 她有一陣子 經常都睡不著 還有夢遊 因為家裡有樓梯 夢遊我很擔心她摸 她有幾次 我工人就跟我說 她晚上凌晨 睡在二樓的地下 我最初就覺得 是不是你有什麼心事 我還特地找了學校的老師去談 因為那陣子 一個工人姐姐走了 她不捨得 所以就會有這些行為 但慢慢慢慢 她又說了其他新鮮的事給我聽 最初我去夢遊 其實不是很晚 只是兩點多 她就會很正常地開門 然後就走到樓梯 去一個想去的位置 睡覺 是這樣的 我家裡有攝影機 都看到她是這樣的 沒有什麼 然後是頻常發生 你就跟她聊天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走下去很危險 夢遊 是 其實夢遊也挺恐怖 也挺恐怖的 你想想 晚上見到一個小孩 開門 是否閉上眼 她閉上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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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不是閉上眼 她好像正常人 所以我是不知道她是否夢遊 挺恐怖的 對 因為有一次她嚇我 在我的床邊 站在兩三點 我嚇到大眼站起來 但我跟她說話 她又沒有回應我 然後我就叫她 我好像拍醒她 這個很恐怖 我這樣拍她 喂 心心 然後她就看著她 她就好像不知道 咦 怎麼了 我說你去哪裡 我說沒有 我說你不是OVV 我說這樣 我說你是不是睡覺 還是怎樣 我睡不著 然後 好像沒有了 其實夢遊 我知道夢遊是什麼 但我未親眼見識過 我覺得整件事好像很鬼 鬼上身 我沒有覺得她鬼上身 然後那一刻 我姐姐跟我說 她跟我說 在廁所那裏 有個男人 她的姐姐跟我說 然後我就說 蛤 有個男人 她說是呀 心心告訴我 有個男人 然後我說 哪裡 然後她就說 在她的房間 因為我女兒的房間有洗手間 我記得 我說這樣嗎 然後我幾天就問她 因為她不肯去那個廁所洗澡 我就說 為何你不進去 她說我不進去 我說為何呢 因為那裏有個男人 經常都看著我 她就直接這樣說 我說那 為何有個男人看著你 然後我說不知 我很害怕 我何時會見到 我經常都見到 我就覺得 應該不是說謊吧 我就說不要緊 你不要去那個廁所 你去我那裏洗澡 之前都問過你 因為看風水的時候 你都看過 那裏一定要找個屏風 我坐著她 因為我還沒有屏風 我還沒有弄 真的還沒有做 還沒做 不夠聽話 我只是關門 記住關門 記住關門 然後關門就好些了 也有去拯救你 那一件事 所以處理了 現在沒有什麼 但他現在大廈大廈 你覺得他這種感覺 有沒有好到 就是有沒有見到這麼密 沒有那麼密嗎? 我覺得沒有那麼密,好了很多 他沒有再說有什麼人 其實都想說給大家的家長聽 很多時候我想是小學之前 六歲以下的小孩其實是特別容易有的 特別容易有這樣的感覺,特別容易見到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在佛堂那裡,我聽太多 很多的個案,家長有帶小孩過來找我爸爸 很多這樣的個案,以前古語也有說 三歲孩同舌天機 以前也有一些風水師,會把嬰兒或三歲的小孩拖去一間屋一起看屋 當小孩在那裡哭,或者感覺是要拉你走 那間屋的風水可能就會出了少許問題 以前古代的風水師都是帶著一個英俊 我也有,我真的帶著我去看 每一間屋都帶著 如果有觀眾可以學一下 如果你沒有找到風水師,就去看房子 如果有個小孩,譬如你自己的子女帶他進去 他感覺很不舒服,不斷拉你走 其實是要注意的,未必一定有東西在裡面 但未必適合你住 你住下去也未必會這麼好 都不錯,可以每次都帶上去 但有東西會跟著他走,怎麼辦 那也不會跟著他走 只不過以前的風水師是很喜歡用這些招 因為小孩的感覺是很單一的 像你所說,不會騙你 不會做戲 感覺不好就是不好 他會表露出來 不會說,這裡也OK的 不會像我們大人一樣,很假的 所以他們的感覺不好的時候 你應該要聽 我聽過寵物 可以帶狗進去看 剛才業主給你帶狗進去看 寵物不行? 寵物也可以,寵物又是直覺型 因為寵物 雖然我不想用寵物和寵物混在一起 但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寵物都不說謊話 比較直接 所以其實他們的感覺 感覺不好,我就告訴你 就是不簡單的 是因為寵物會對著牆壁狂吠 對,沒錯 所以我就經常覺得 糟了,他們沒有見到 所以這個就是今天教大家最古老 而又實用的一個招數 就是不用任何技巧 帶一個小孩進去看屋 但是記住 的確有些屋子不適合小孩去 這個我很難告訴大家 然後我們下集再分享文章 和關於讀書的風水 喜歡這條影片的 記得要like,share和subscribe 還要按鈴鐺 一有新片的時候 就會通知你